俄罗斯这招究竟有多高 吓坏泽连斯基看傻拜登 普京在背后笑得直不起药 在俄乌冲突发生以后 人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俄罗斯又受到了哪几个西方国家的制裁 看起来俄罗斯的情况是惨到了不行 好像马上就要解体和彻底崩溃了 可谁也没想到普京的一个高招直接就弄傻了所有的人 就连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都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的他是丢了夫人又折兵 近日普京签署乌克兰四周的加盟条约 明确表示这四个州如今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 如果乌克兰敢在上面撒野的话 他就会立刻做出反击行为 到那个时候就不是特别军事行动 而是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 在听到普京这样质地有声的话语后 泽连斯基只能悲惨地表示 他已经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 无论这一次是否能够通过 对俄罗斯本土的影响其实都已经不是很大 在握有乌克兰边境的这四个州以后 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缓冲区域 一旦发生战争 乌克兰也很难成为美国的炮架子 相反自己国家领土的居民 不但要受到两个强国的挤压和冲击 而且俄罗斯只需要管乌克兰边境 这四个州居民的死活就可以了 对于乌克兰其他州的居民来说 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其实近些年来 俄罗斯一直处于隐忍和后退的过程中 无论北约如何的扩张 俄罗斯最多只是在口头上做出抗议声明 从来没有做出过进一步的决动 可谁也没想到俄罗斯这样的因缘 并没有能够换来自己对手的尊重 如果乌克兰带着自己原来的领土 全部加入北约的话 就相当于乌克兰的首都 离莫斯科只有600公里左右的距离 一旦美国将自己的武器 部署在乌克兰附近的领土之上 将会对俄罗斯的领土产生巨大的威胁 所以通过这一次的战争 看起来俄罗斯是满盘皆输 不但在经济上有了大幅度的下滑 而且还受到了欧洲这么多国家的制约 可实际上这些对于俄罗斯来说 根本就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因为近些年来俄罗斯受到欧洲的制裁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而且大俄的经济本来就处于低迷气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平白无故地得了四块这么大的领土 而且也没有兴起太大的战争 一线的战场上仍然还保持着 绝对的平稳和平静 俄罗斯现在能够理所当然地 将自己的士兵驻扎在这四个州中 这比一开始普京想要达到的效果要强得多 就连西方一些领导人 也被普京的这个做法彻底惊待 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 普京竟然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绝妙的主意 做到峰回路转 而最后倒霉的就只有乌克兰本地的人民而已 他们不但平白无故地被毁了家园 而且泽连斯基这个不靠谱的总统 竟然还想要带他们走向更危险的境地 普京在背后是笑开了花 乌克兰越闹 他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欧洲国家反而还被大额的能源弄得悲惨不幸 最后肯定会走到和解的地步 而美国也借此赚了欧洲一大杯钱 只有乌克兰这个大渊种冲在第一行 不断失去了领土 而且什么也没有能够得到 各位网友你们认为 俄罗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呢